我 我 修竹哥 住院 没事吧 没事了 我是听郭世杰说 才知道他住院了 这些天 你也都没联系我 你说得对 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全凭一口气撑着 没有人有用不完的精力 能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 是最难得的事情 你好像是第一次 把我的话记这么清楚 决定了 不走了 不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 可以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 却又从不后悔 不走了 朱云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当面向你告个别 我决定放弃了 我这么说 你有没有轻松一点 对啊 这个世上 痴情的女人又非常非常多 但是能将命运 工作 生活 理想 全部捏在一起 又扛得住的女人 实在太少 你其实也扛不住我 只不过再努力地尝试罢了 好 行了 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你跟李萱两个人的遗憾 已经很多了 别再这么肆意地消耗下去了 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拿出勇气来 去面对吧 你又瘦了 为爱拼命呢很美好 但是如果倒在工作岗位上 就一点都不浪漫了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啊 早啊 李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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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样 好多了 给你大粥 一会儿热了喝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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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说吧 什么样的条件 你们才同意撤诉 我们为什么要撤诉 今天我来老高并不知道 这是老高的病例 这是CT 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 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脑胶滞留 恶性 你们不撤诉 老高是不会动手术的 我希望 你们能念一份旧情 他谁都没有说 如果他直到我今天来 应该会很不乐意的 是方志敬让你来的吧 不 是他告诉我的 但今天是我自己决定来的 当年你们三人的合影 他一直留着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老高必须马上动手术 但现在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